接触餐饮业已经有十多年经验的黄乔伟 为了议员创业的梦想 在朋友的协助之下 选择在厚礼致命的木工观光工厂 开设了一家简餐店 除了贩卖日式拉面以及小点心之外 他也特别利用自己的音乐专场 和好友阿毛组成了街头艺人团队 不定时的在餐厅助唱 不但成功拉抬人气 这生意也逐渐的步上轨道 后来这家木工手作业者 近期推出了餐饮服务 有客到这边除了可以品尝美食 餐饮老板还是一个街头艺人 不时会在园区带来精彩表演 手练的弹琴和弦 吉他手黄乔伟同时也是一位餐厅老板 过去就在餐饮业待了十多年 为了一元创业梦想 在朋友的协助之下 选择在后里知名的木工手作工厂 开设一家简餐店 卖其日式拉面及小点心 我们餐点的部分主要是两个 一个是日式的咖喱饭 然后还有就是我们的招牌拉面 那拉面的部分的话 我们有四种的口味 一个是原味的豚骨 然后还有蒜香口味 还有牛奶拉面 还有地狱的口味 那可以满足就是各个年龄层 甚至各个客群 亲子客群来这边的需求 为了拉台人气 黄乔伟也特别利用自己的音乐专长 和好友阿毛所组成街头艺人 不时会在餐厅铸唱 精彩的演出也吸引了 不少粉丝上门光顾 歌曲类型比较偏流行 流行的现在时尚流行 比较年轻一点的 对对对对 可以比较新的 毕竟我们自己都还有一些主业要做 练歌的时间其实不多 所以能在一起练歌的时间 变得很珍贵 本身自己有在做表演 然后一直自己的梦想 就是想说有一点积蓄之后 想要自己出来创业 然后开店 然后可以在自己的 除了忙碌之余以外 然后可以在自己的店里面 可以做音乐的表演 新销点子相当多的黄乔伟 最近也特别在店里 推出了大会王挑战 希望号召食量大的民众 一起来挑战特大碗的拉面特餐 只要全部吃完 餐点费用全都免费 他跟我说八分 重点这个八分 我以为是汤八分 结果面也大概两三倍的量了 整个感觉很严重 当然内容物的话 还有一个综合的拼盘 然后一杯800cc的饮料 如果你能吃完的话 餐点就是免费 大家希望大家 如果很能吃的朋友 拜托你们来挑战 真的 因为目前为止 还没有人可以挑战成功 那希望 对30分钟内 如果你能吃完的话 就是免费 虽然创业初期相当辛苦 但为了一元梦想 黄桥未投入许多心血 希望利用自己的好手艺 与音乐专长 为餐厅打响名气 血沉不汉 还更走不到